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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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我是Sano 我们到Santarini了 这个是我们酒店的车 我们特意加了这个披股服务 他可以给我们选是同行share的车 还是选是private的 我们就选了private 我们要走上去 这里真的不可以进去 你好 怎么这么漂亮 Perser 结婚了 哇 我们现在是8点半了 我们是很早机 你看亚典过来Sanarini的飞机 班次不多 所以一不就很早 一不就很晚 我发觉应该是越早出来越好 因为早上趁没什么人 你拍照也容易很多 好凶啊 辛苦了哥哥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给我们的地图吧 他给我们寻了很多餐厅 本来我们预计check-in时间是2点 但刚才他说12点半 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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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打卡位 就是这里 非常成功 完全没有阻碍地 打了最重要的卡 果然海边真是怎么形都漂亮 现在是9点了 然后马上多了很多人 好 我们现在可以去吃个早餐 哇 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就差很远 所以这部门已经大半开了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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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多都可以给你设计相 很多的studio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些店 全部都买差不多的 哦 这边好多餐厅 超美的 这个 超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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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肤浅的人看外表 它是选了grit scramble egg 酸的芝士味 还有scramble egg里面是有蕃茄味 所以它是橙红色的 第一个我想说 我们这几天是希腊吃到的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有蕃茄入面的 我不喜欢吃大蕃茄 我自己喜欢吃蕃茄仔 然后今餐好像是第一次是没有蕃茄的东西 但我觉得希腊的东西是挺喜欢的 挺适合我们的口味 而且是没有辣味的 好奇门想试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好吃到 我们吃完东西 然后再拍照 这样就11点半 其实时间过得很快 完全不需要担心 说不知道怎么选择时间 都有几间做spa的地方 有需要可以来担心 12点 然后应该是这样 所以大家早上来一定要 知不知道 但是因为小岛 真的超级大风 虽然现在有太阳 但我穿着衣服 是一点都不热的 真的好大风 很多层 眼睛现在是入了 很想滴眼液水 好不容易 好了我们check in了 好美的房子 首先让我看一个厅 这里就是门口进来 有一个厅 然后旁边就是露台 好美啊 救命 哇一望无际的海 然后你这样看 我这次设计的房型是两间房 是一间 这是临浴间 这种洗手盆 哇 这个就是厕所 然后这里是另一间房 你看一张床 超过的厅 超过的厅 好美啊 床旁边就有个 有得淋浴的厅 那只有我们两个人 为什么我会设计两间房呢 in case we get into a fight we need to get into a separate Anya 你会Fight呢 其实因为我们有点迟计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都去P 所以我们在选酒店 其实都不是太多选择 终于选了这间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还有这个Infinity pool 假扮Infinity 然后这里还有个香槟 7点半 我刚才玩完水了 然后放了一会儿 想去吃饭 7点半还没下山 好美啊 全世界上最美的植羊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是打算去 我们明天去那间餐厅 因为我们设计了桌 坐第一排 我们是打算去看看 究竟有多大风 但是现在大家看我头就知道 真的很大风 明天是不是要这样吃饭 你要看一下那些人 我明天没得熟 因为我们订位的时候 我们有给订金 想取消的话 我们就会 没了那个Deposit Ready 吃风 好 我们来这间 因为我们看中了 全部有东西 挡住 应该不会冻 很好 他还开了暖炉给我们 哇 听不听到 这个声音 在屋顶被风吹到这么震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豆 这个叫Papa 是刚才在机场车 我们来的司机推荐 它是一个很滑磨食用的豆 一些香料挺香的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香料 不知道我应该很喜欢这个 因为有这个碟 鱼的可乐饼 可乐饼是用薯仔剩的 它是把鱼和薯仔混合 里面是很濕涩的 外面也是炸得很脆 这个踩尺筋 这个好吃 肉圆 番茄酱底 然后又是一堆香料 好濃味 配飯一流 為什麼會進來的? 但我發現其實她是自己進來的 因為剛才她的職員想找她 試圖趕她走 但她找不到她 好可愛啊你 外面很冷啊 她要怎麼看得到 我心想想要她 讓大家看看Santhuri的燒棕 亞典和Santhuri的天氣比我想像中更乾 因為本來亞典是靠海的 Santhuri也是一個小島 我以為會很潮濕 亞典的時候風不算太大 但是很多沙很多塵 然後Santhuri這裡昨天是很大風 日頭還好但是晚上真的很冷 所以我昨天下雨的時候我覺得臉有點乾 所以無論幾月來都好 保濕的部分我覺得都要去care一點 我覺得我們這間酒店比想像中好 我們出發兩個星期前才預約 其實有點誇張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 這邊是叫Ear Ear這邊有很多凍月酒店 有很多人來Santhuri 其實是為了住這邊的凍月酒店 所以我上網找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提現敷衣 因為我自己想找的酒店 是有一次靠近海邊的 但是非常幸運 因為我可能選擇平日 所以少人一點 然後我發現為何昨天是沒有什麼人 是因為昨天是平日的關係 因為今天星期五 立即見了很多人去檢查 因為我上網看到很多都說會潮濕 可能狀態不好或者漏水 但我們酒店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整個狀態是挺好的 但我發現廁所是沒有任何窗 以及沒有臭氣線 所以可能這就是令到某些酒店會潮濕的原因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地理位置是比我想像中好的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會介意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EAR這裡其實有一條大街 然後有很多條不同的樓梯 在我們酒店後面就有一個打卡位 很多人會過來打卡 甚至乎這裡其實可以預訂宿 預訂攝影師 即是你穿漂亮的人在這裡拍照 所以其實我們出來露台 其實可能是會被人拍到的 但也代表我們酒店左手邊 其實景色是很漂亮的 至於你說私隱道的問題 其實EAR這邊大部分的洞穴酒店 都很容易被人看到 你可以選一些可能厚一點 或者第二個區 但我自己不太在意 因為其實人家根本不會看你 人家在意是景色 而不是你 在這裡真是冷靜到爆炸 其實本身在這裡選蜜月地的時候 都追蹤了一會兒 我有很多地方想去 都要想一下究竟有什麼地方 是適合我和Josh 因為Josh 其實他有很多地方想去 所以他比較在意是我想去哪裏 然後我在這裡這兩天 真的覺得完全沒有選錯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去咖啡人 很浪費時間 很無效 很想找工作 但在這裡 我真的覺得我全天躺在這裡都沒問題 本身也是不喜歡曬太陽的人 但我又會覺得在這個露台 曬著這個太陽是OK 但可能因為月份的關係 因為現在是吃完美 現在有把傘遮住了我 然後我蓋上去見樓 風吹到其實是涼的 然後現在Josh在房間裡睡覺 好 現在是10點鐘時 他們又送早餐過來我們 其實剛才Staff在10點送早餐過來 但是現在10點半 拍照拍一半那種 好 然後我們的早餐就是昨天 check-in的時候可以選擇的 因為我們待會想到會去第二個地方 那裡可能會吃一點東西 然後我們今晚的夜晚飯因為6點半 時間有點短 所以我們就想著不吃太多 我覺得觀眾可以問你 你們要買太多嗎? 因為可以選再多 但我們已經是選少了 因為昨天職人問我們 是不是夠的?是不是夠? 想不多一點? 我們就說不用了不用這樣 今天天氣是好 昨天超多 那天氣沒有暈的 看到嗎? 我們現在要去另一邊 叫做FERA EAR就是多一些藍白色的 但FERA整個地區 是比較多一些黃色的建築物 我們來到這裡 跟著一條隊 就可以坐巴士的 應該是這條 我上網看到巴士是沒有冷氣 這些位置很小 很硬很窄 這個好像不錯的巴士 有冷氣啊 Elyse 就這樣就直接賣 是錢而已? 是 兩票嗎? 兩票 一個人是兩元EUR 然後我們的車爆滿了 預計可能那些Rush Hour 可能有機會上不了車 就要等第二家或者第三家有機會 我們到了FERA了 看看回程的時間 先看看 如果想在Santavery其他地方 應該都要在這裡乘巴士 嘩 首先第一個感覺就是 FERA有帶很多 條路闊很多 比AIA 嘩 簡直是麥當勞也有 WOW Asia Club 感覺上方便很多 嘩 連Ely都有 但是FERA是不斷下樓梯的 這裡不是高一點嗎? 海裡有一點不同 因為 在人看那邊 就比較平面 這裡是有一點苦陷的感覺 這間餐廳 好像很窄 這個角落 為什麼這裡會有仙人獎? 嘩 好大 好像馬 他們 這間餐廳 好大 超多海鷗 這間餐廳 但是只有這邊游 好像在游水 超大 如果大家想和海鷗一起游水 一起浸浴的話 歡迎來FERA 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周圍這邊都是酒店 但是全部都是樓梯 沒有任何 只能靠人力地淘寶上來 要住這裡的行李 真的 你沒有那些哥哥幫手 真的 你看你這樣 你怎樣 你怎樣拿上來 但是 是漂亮的 這間餐廳 應該可以做ATV環島友 好漂亮啊 連電訊公司都這麼漂亮 為什麼 我剛才已經叫Jos去拍照 然後他說這個是電訊公司 大家在Smarttone面前拍照 對 建宗連續第三 就是因為漾 大家知道嗎 我們去餐廳是這間餐廳 很神奇 這邊的門口 是只有一個框 然後是下去 好瘋啊 亂入都這麼漂亮 怎麼可以 四面都是海 好漂亮啊 而且這邊 我覺得這些花 裝飾超漂亮 我想說來這裡的洛杉路 它怎麼都要放番茄在上面 為什麼要放番茄 我不想不喜歡 不然間小朋友 究竟我們應該在哪裡排隊呢 差很多時間 要結束才能看得到 不然間幾個人排隊 不知道我好奇 這個是Ear 哈哈哈 踩不爽 幸好我看到一隻 這個巴士比起剛才那個 舊一點 椅子也是窄一點 好了 現在回到Ear 要換一件衣服 準備走去吃飯 今天好像比想像中 沒有那麼大風 我也穿了一件厚一點的卡丁 還有帶多了衣服 in case 昨天沒有吉他 現在是六點半 暫時這裡還是沒什麼人 比想像中熱了 因為現在太陽兜後面曬 我覺得我左邊臉應該會曬黑 原來這裡已經有二人設 好可愛 這個是番茄仔 好像見得形狀的 番茄仔 很甜 好像沒想像中熱 下面是鹽 下面是胡椒 上面是直接這樣灑就可以 下面就要零 放了一枝 很方便 現在開始日落了 好期待 現在是七點半 然後現在陽光是很柔和 不用戴太陽眼鏡也可以 吃了一個小時 然後吃了兩個菜 都是 可以讓我們慢吃慢慢去看日落 煮開這個位置完美 因為只有一張桌子 完全二人世界看日了 超脆的 哇 這間餐不只能吃 有味道 好吃 這個粉雖然是番茄汁 但也很好吃 哇 好有氣氛啊 其實我自己呢 最喜歡 是整個日落 下了 下了一點點光 這個黃昏 整個天的顏色 這種漸變 是最美 我覺得為什麼會說 這裡看到最美的直影 是因為 整條水平線 是很寬 是沒有任何的阻礙物 旁邊有些島 有些山的影 現在八點半 很漂亮啊 然後現在每一台都這樣 給了一把燈 我們現在吃完東西了 等到最後 它應該好像還有一個水果 然後吃人呢 我們就回酒店了 但根本真的沒什麼風 其實本身是昨天 但我預約不到 因為它已經全都散了 因為我想預約第一行 然後還是整個今天 非常完美 連天都幫我們 唉 最後一晚 我捨不得 可能會又不是 為什麼不留久一點 本身不是一個可以這麼多天 什麼都不做 然後就這樣 廢氣的一個人 還有我覺得 可能留太多天 我怕會悶 我不想對Sanderee 這個地方 產生厭門的感覺 所以我寧願有一點遺憾 有一點可惜 我覺得這個 反而會令整個感覺 會更加美好 我經常覺得去旅行是這樣 是一定有一點位不夠 然後才會覺得 下次會想再來 所以現在還是期待 究竟什麼時候 下次會再來 然後我們明天 就會回到亞典 然後留一晚 我們會搭早機 然後就會飛去土耳其 所以在下條vlog 土耳其再見 拜拜